That's it My grandfather I've got to use the牙签 I can't use my牙签 I've got to use my牙签 I've got to use the牙签 I've got to know I've got a牙签 I can use my牙签 I can use my牙签 I can use the牙签 It's good 好,好,好 今天牙齿的牙风越来越大 老了牙齿的心动,很麻烦的 有点事 我先吃了,找生活调查一下 让你明明白白 好啊,OK Hello,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琪琪 相信很多人平时都会用牙签的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吃完饭之后可以用牙签 整理牙拉里面的一些辣椒 肯定是对牙齿好的 究竟事实是否真的这样 最近有观众就没想问我们 现在市面上的这些牙签 是否可以放心使用呢 牙签到底是帮助牙齿 还是伤害牙齿呢 带着以上的这些问题 立刻展开我们 今天的小牙签大调查 无论是亲友聚餐 只是商务欠谈 大家少不免就出去吃饭 牙签都成为了餐桌上的熟客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么不起眼的牙签 卫生情况到底是怎样呢 可不可以放心使用呢 小小的牙签 有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呢 平时用牙签吗 牙签不用 没怎么用牙签 没有牙签怎么做呢 那我每天都要用的 应该不安全 不安全 不安全 有些长眉的 他们消毒 其实我们不知道 通过随机采访 我们发现 大家对牙签的卫生 都是挺乐观的 那都难怪的 小小的牙签 这么不起眼 的确很容易 被大家所忽量 但根据媒体报道 近年来 全国各地商界出现了 三毛牙签 记者走进福州台江农贸市场的一家店铺 向老板咨询牙签的价格 听说记者要购买牙签 店铺老板走进柜台里 在一堆货物里面东翻西找 终于在一个角落找到了牙签 都说并从口入 用来剃牙的牙签 就这么随意的堆在角落里 而且并没有正规的包装 只是包着一层薄薄的塑料皮 这样的牙签 为什么 事实上 三毛的裸斑牙签周围都是 它们没有生产厂家厂子 没有品牌名称 没有商标 更加没有食品卫生监测标准 而这些裸斑的牙签 就隐藏在雜事上 超市里面 也隐藏在里岳的身边 小小的牙签 隐藏着巨大的食品安全危机 如果牙签不小心 除了牙齦 由于损伤 它会引起牙齦的肿胀 那究竟现在市面上的牙签 卫生情况是怎样 是不是真的存在 霉菌超标的现象 我们的调查员 穿梭大街小巷 发现了一些 受卖粥粉面 和快餐饭的小份店 没有包装的牙签 就是这样放在牙签盒上 或者是两片小纸 简单包装一条条的牙签 不时可以看到牙签是封口大开 厂名、厂纸 卫生许可证号 生产日期和保释期等的讯息 都是不见蹤影的 可能有观众会问 一些高档的酒楼、餐馆 它们的牙签 又会不会好一些呢 等等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些牙签 就是在某知名的大酒楼 拿回来的 同样是三目 厂纸、厂纸、厂名等等 信息全无 不过这些牙签的外观质量 的确是要比小餐馆的牙签 要更加干淡和干净一些 那这些牙签又可不可以放心使用呢 此外 我们的调查员又发现 在一些士多店里面 都看到代装和平装的牙签出售 而且价格还很便宜 就连生产厂纸都没有的 从我们初步的调查来看 市面上相当一部分的牙签 它的包装都是非常劣质的 令人十分担忧 我们的调查进行到这里 如果有经常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应该要估计到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 没错 就是将市面上收集回来的牙签 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今次检测的样品分别有 士多店一元一包的牙签 小型超市买到的包装牙签 还有超市购买的 标签齐全的牙签 主要检测煤菌菌落含量 现在桌面上放着三款不同的牙签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你先介绍一下 而这款是我们在大超市买回来的牙签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地址 和联系电话 以及生产日期都写得很详细 而中间的这款牙签 是我们在乘货市场买回来的 这款牙签 只写了保证期两年 而它的地址 也很不详细 只写了某某县城某某地方 整个包装都看不到它的生产日期在哪 我觉得有保证日期有什么用呢 我也不知道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 这款是我们在私人的乘货店买回来的 我个人觉得手感上没有安全感 因为非常松散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两款都没有生产日期 只写了保证期都是两年 是很不清楚的 这个地址 这款牙签的包装真的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 只是用一块透明胶黏在上面 就算了 我一撕就可以撕开了 即使我不撕开它 我是这样 我手都可以碰到里面的牙签了 这个维生状况真是令人担忧 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滋生細菌呢 我现在就会把这三款牙签 全部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細菌检查 现在我就带着这三种 从市面上买回来的牙签 来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細菌检查 官官你好 我欢迎帮我们检测一下 这三款牙签它的细菌含量 分别是多少可以吗 好可以 谢谢你 那大概有多久呢 培养24个小时 也就是一天 好那我明天再来取结果 好谢谢你 那老师一天时间过去了 我想问一下 这一二三号的样品 它的检测结果怎样呢 检测结果是二号最多 它的上面的细菌总数 每一根牙签上超过了一百个菌 三号是一个菌都没有 一号是一到两个 就一两个菌 基本上可以忽略忽略忽略 从今次的检测结果来看 市面罪的牙签 还是有一定的细菌存在 建议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 就一定要多加留意 牙签的卫生问题 小心病从口入 你的牙签通常去撩的话 去从那个牙影乳头区去加压的话 会导致这个牙影乳头萎缩 甚至牙影肿胀 导致这个尖线变得越来越宽 那么这样呢 势必更容易塞食物 那么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这种情况呢 既可以导致牙周病 还可以影响功能 美观 专家告诉我们 牙签增白的现象非常普遍 但是已经成为了行内公开的秘密 竹本身湿度比较大 时间一长就会发黑发霧 而由于硫黄等的物质成本比较低 用来分裂之后 会令牙签又漂亮又白 并且还可以延长保存的期限 因此很多不法商家 经常会使用这样的方法 来为牙签美白 还可能使用非食品级的漂白剂和增香剂 这样做出来的牙签 已有花楼超标对人体危害极大 记者通过走坊调查 找到了一家专门生产牙签的加工厂 这个加工厂 号称生产出来的牙签是同行业中的精品 然而这里生产出来的牙签 到底怎么样呢 加工厂的老板告诉记者 他们这里可以提供非常廉价的牙签 比市面上的牙签 要便宜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大部分酒店和超市卖的都是这类产品 随后记者来到了制作车间 看到里面设备陈旧 工人操作时并未佩戴手套 直接跟牙签接触 经营者表示的原材料是经过处理的 又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些竹片在加工之前 首先要用双洋水漂白 而经营者为了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使用工业用的双洋水 工业双洋水和二氧化楼这些 只能用于工业上的组织 和一些阵染这些行业 在食品安全 在食品这一行 二氧化楼和楼黄 其实都是存在的 国家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 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标准 规定了二氧化楼使用的范围 使用量和最大检测量 对于牙签和竹签牙签 这些可不可以用二氧化楼和双洋水 作用漂白呢 那还有一个很确准的动论 如果说牙签和竹签上有双洋水 和硫磺的一些残留的话 对人体会有伤害 当然会有 因为都是有毒的化合物 究竟市面上的牙签 有没有存在二氧化楼 和氧化轻过高的问题呢 会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和安全呢 接下来 我们再次在市面上搜集的牙签 进行二氧化楼物检测 我现在就会将这三款牙签 拆开 然后再用几支牙签 在一个培养面里面 对比一下 看看颜色有什么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款大超市 买回来的牙签的颜色 就偏白一些 我记得竹的颜色 应该是稍微偏黄一点 中间这款是我们 在乘客市场买回来的 牙签的颜色 稍微偏黄了 一点点 这个颜色 跟竹的颜色差不多 究竟这三款牙签 有没有用霜水浸泡过呢 我现在就会进到 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现在我就带着这三款牙签 来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 检测一下移氧化楼 和过氧化氧的含量是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 最左边的是空白对照 右边的三个是洋版 全面两个和空白对照 都差不多的颜色 最后一个大家可以明显看到 颜色是比较深的 可能就是说 二氧化楼的含量已经很浓了 四十千克每毫克的 大概的含量 从今次的测试结果来看 市面上的几款牙签 二氧化楼物相对于食品标准来说 残留量是比较高的 这种结果意味着 漂白牙签的液体影响又有多大 跟我们的规定 二氧化楼的日 容许摄入量的人体 是每千克0.7毫克的 即是比较一个六十KG的成人 他每日不摄入二氧化楼 是不能超过四十二毫克 那我们知道 二氧化楼在摄入人体内 是会生成更多亚硫酸炎 最终是通过组织细胞中的亚硫酸炎 通过氧化之后分解成亚硫酸炎 最终是通过排尿 排出了体外 所以不需要太多 甚至这一天 二氧化楼摄入量 不超过四十二毫克 都是不用太轻的 经过了刚才的实验 我们可以知道 三款牙签都是含有过氧化氢的 虽然引起急性中毒的可能性非常低 但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可能有观众朋友又要问 我平时用的牙签用滚水 绿一下就可以去除細菌 那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呢 下面我们立刻来做回对比性的测试 今次的检测 我们选择了二氧化楼残留量 和煤菌数量相对较高的二号牙签样品 以此对比滚水消毒牙签池头的变化 我现在将同一款牙签分为三组 分别是A、B、C 分别会用三组不同的方法处理 A我会用滚水冲洗十秒 而B我会用滚水浸五分钟 C我会用滚水浸十分钟 现在我们先用滚水将A冲洗十秒 检测完首先将我们送来的几个样本进行浸泡 十分钟之后 然后放入二氧化楼得速测盒那里进行检测 过多几分钟进行颜色对比 这款牙签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进行处理 现在我将处理过之后的牙签 送到专业的检测进行检测 老师你好,麻烦您 今天麻烦您帮我们检测A、B、C这三种牙签 检测什么香味 检测它的细菌 细菌 那时间也是要一天吗 一天 也是一天 那我只好明天再来了 好,谢谢你 那细菌对我们人体又有哪些危害呢 如果细菌里面的那些致病菌在牙签上 然后使用这个牙签的过程中 会使人在牙齿里面感染这些致病菌 最常见的就是得一些牙周炎 然后牙齦出血 然后重度可能会对人体产生一些疾病 从这次测试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 用滚水浸了10分钟的牙签 还是有些效果的 可以去除烈质牙签上面的有害物质 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尽量少用 或者不用这些烈质牙签 同时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亦都要多留个生涯 生活调查团提醒大家 选购牙签的时候要謹慎 最好是选择一些软木制成的产品 表面要光洁无刺 尖软不要太尖 不要选择太白 或者已经明显发黑 还要有厂名、厂纸、卫生许可证号 以确定是否经过严格消毒的正规厂家的产品 如果没有放在密封容器里 可能已经污染的牙签 尽量不要用了 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打开来闻 做本身有木头的香气 如果闻到有明显酸味的气体 尽量不要购买 欢迎继续收看生活调查团 我是琪琪 我们继续小牙签大调查 大家都知道拆牙是很重要的 可以清除牙齿表面 以及放在牙类里的食物残渣 防止住牙 但是单靠早晚两次的拆牙都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吃完中午饭之后 多或少都会有食物残渣放在牙类里 很多人为了方便便用牙尖去撩牙 听起来很合理很正常 但是这样做是否真的对牙齿好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调查 食物残渣积留在牙齿表面 会导致形成蛀芽的细菌不少繁殖增长 同时制造出一种酸性物质 这种酸和牙齿接触之后 会慢慢溶解牙的钙质 而形成蛀芽 想防止蛀芽 用牙签及时清除食物残渣 是否一个好方法呢 我请在网上查了一下 发现了很多这方面的报道 很多人说如果经常用牙签去撩牙 牙齿就会越来越大 长期落里还会导致各种牙齿问题 买卦 我先看看 为什么要看牙齿了 好像 难道真的跟经常用牙签有关 不行 我再问问大家的意见 是 应该对人体不是很有意义吧 不好会越贴越大 你们大力的指定才有问题 那肯定知道 但是已经习惯了 不用不习惯了 通过随机采访 我们发现很多街坊认为 牙签对牙是没有益的 那牙签到底是益牙还是伤牙呢 怎样科学地保护牙齿 为了找出答案 我们的调查员找到了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牙科主任 王皮 小爷我想问一下 您用牙签用了多久 我不是很常用 只是有时候牙齿有东西才会用 很早 偶尔会用 对 很尊用 吃了饭 都要挑一次才执管 才舒服 好 那你是长期用 对 长期用 不如现在我们立刻进去做个测试 好 OK 麻烦您帮我们两位职认者检测一下 他现在的牙齿情况可以吗 好 谢谢你 你让我想问一下您刚刚有看过他的牙齿 你知道他现在状况是怎样的 他是一个长期用牙签的一个病人 平时会有一些食物嵌塞 每次都会用牙签去把食物残渣撩出来 那么从这里看呢 这个后牙齿和牙齿之间 这个银乳头的地方都有些萎缩 而且银乳头也有些肿胀 那么这个肿胀呢 跟他的这个清洁不干净不关 那么也与他的这个牙签的使用 长期牙签的使用一个损伤也有关系 这位治愿者呢 他就是不经常用牙签去挑牙的 就是偶尔 那现在他的牙齿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好 我们看看 那么他这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牙齦乳头 通常从这个牙齿的解剖形态来说呢 上宽下窄 那么必然呢 这个下方呢 从解剖上来说是有一个三角形的 我们的间隙 那么牙齦健康的这个银乳头的话 是刚刚充填好这个间隙的 刚好把它盖住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不容易发生时候欠塞 可能大家要问了 喂不用牙签 那塞了进去的食物怎么出发来呢 医生说不用担心的 可以用牙腺的嘛 牙腺多数用尼龙腺 C腺 匹链腺 或者是上纳的棉腺制成的 腺的纤维松散 容易通过牙齿的间隙 接触紧密的区域 牙齿不单止可以剔出塞在里面的 还可以清潔牙面 那么大家使用的时候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很轻的腻可以压下去 你就可以了 如果压不下去 你可能要逐渐的加压 那么先向镜中拌一拌 再向远中拌一拌 那么整个这两个面呢 就可以清洁得非常干净 那么嵌晒的食物呢 也可以这样拌一拌一拌 一边出来一边拌 就是嵌晒的食物也可以带出来 那么这个呢 其实其他的都好 就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是软的 这个是塑料的 那么对于这个牙齿接触 特别紧密的病人呢 是比较难下去 但是如果下去了 也是做法也是 就是镜中拌一拌 远中拌一拌 出来的时候呢 慢慢这么一下 把这个食物 嵌晒的食物把它带出来 如果能用这个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调查到这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牙签的确是会双牙的 而且牙签对于牙拉 里面的一些食物残渣 它的清洁效果都是一般的 做不到彻底的干净 那为了你的健康着想 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 放弃牙签 改用牙先 你看牙签跟牙包 牙签 生活调查团提醒各位 如果你经常吃东西炸牙的话 应该及时找到牙科医生诊治 查出原因对症下药 如果因为牙齿过小 或者牙齿排列气疏 产生的牙间隙 可以根据情况 用保牙材料修复牙齿外形 或者安装假牙 如果因为牙周疾病 导致的牙缝变疏 引起砸牙 就需要通过全面的牙周治疗 以免牙缝进一步增大 在节目的最后 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 为了你的健康着想 千万不要用小酒楼 或者小餐馆里面的这些牙签 如果在平时大家想购买牙签的话 一定要到正规的大商场 去买一些品牌的牙签 这样才有保障的 最后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 如果在生活上有什么疑问 送回我们调查的 大家可以登陆新浪微博 又或者微信告诉我们 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以上的 这两种方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今期节目是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